好的,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兩個題目 第一個是在 Linear Regression 中 Dummy Variable 的使用 Dummy Variable 中文通常叫做虛擬變數 就是你想像中的虛擬 如果同學有在看留言終結者之類的電視節目的話 就會知道Dummy的意思就是假人 Dummy Variable 是假的變數比較虛擬變數 第二個題目叫做 To Sample T Test OK,兩個樣本的 T Test 這樣的題目乍看之下一點關係也沒有 但是我們今天要說明的事情就是 這樣的東西是有關的 而且我們想要藉由說明這件事情 跟大家進一步說明 Linear Regression 的更多性質 讓大家更熟悉 Linear Regression 好,那我們第一支影片我們從 To Sample T Test 開始談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裡擦掉 然後我們把這個標題往上移一點 OK, To Sample T Test 討論是怎麼樣的問題 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像這個樣子 現在想像我們有兩個 data set 第一個是我們把它叫做 X XA 好的 XA I I 從 E 到 N A N A N A可能是一百兩百三百五百 我們不知道,是一個大的數字 然後它是 ID Normal Normal Min 是 Mu A Variant 是 sigma non square 然後我們有另外一組 Sample X,我們把它叫 XBI XB J好了 現在它們是不一樣的 J 從 E 到 N B N B 可能跟 N A 一樣 也可能不一樣 In general 我們可以想像它們不一樣 它們是 ID 的 Normal Mu B Sigma non square OK 我們這邊假設 在古典的情況 我們假設它們兩個 variances 是一樣的 然後 也有人討論它們兩個不一樣的形狀 我們今天討論是它們兩個一樣 好,然後這兩個是獨立的 X AI 跟 X B J R I N D Independent 我們感興趣的虛無假設是 Mu A 等於 Mu B 我們想知道說 如果我們有兩組資料 兩組資料我們都知道它來自於Normal Distribution 它們的Variant也一樣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的 mean 也不一樣 我們對這個虛無假設感興趣的話 這個的檢定我們叫做 To Sample T Test OK,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做法是這樣子 首先 首先 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取 X AI X A X A X A bar 就是它是 它是 summension i 從1到na 的 X ai 我們把這na X ai 加起來 除以na 我們把這個叫做 X A bar OK 因為 X ai 是id normal 所以這個東西 也會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它的 mean 是 也是mua 如果你把 這麼多個 min是mua的 隨便就加起來 除以na 它的 mean還是mua 它的Variant是 sigma non-square 除以 na OK 好 X X 8 b 是 summension j 從1到 nb 的Xbi 我們把這 nb的Xbi 加起來 除以 nb 它也會是normal 它的 mean 是mua b 然後它的 variant 是 sigma non-square 除以 nb nb 然後 x bar a 減掉 x bar b OK 這兩個 x bar x bar x bar b都是normal distribution 這樣的獨立 所以它們兩個相減 也會是normal distribution 它的 mean 是這兩個相減 mua b 減掉 mua b 它的variants 是 前面這個東西的variants 加上 後面這個東西的variants 減掉兩倍的這樣的covariants 但是 這兩個covariants 是0 欸我最好把我剛剛講的信寫下來 它們兩個的variants 是 前面這個東西的variants 加上 後面這個東西的variants 減掉兩倍的這兩個東西的covariants 但是 但是 因為 這兩組 資料獨立 xai 跟xbj 獨立 所以 它們兩個x bar 跟x b bar 的covariants 是0 所以這兩個的 這個藍色的地方擦掉 不然我們沒有地方寫 也就是說 是說 x a 減 x bar b 減掉 mua 減 mub 這個東西 除以 sigma num 根號 除以它們的variants 開根號 根號 na分之1 加上 nb分之1 這個東西會是 normal 01 OK 我為什麼要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的話 under 在h0 之下 如果 mua 等於mub 如果這個 虛無假設是真的 那麼 mua -mub 等於0 我們就有我們的一個 統計量是 x x x bar a 減掉 x bar b 除以 這個傢伙 我不偷懶 我乖乖再寫一次 sigma non 乘上 na分之1 加上 nb 分之1 這個東西是 normal 01 OK 好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傢伙的分配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這個傢伙能不能當作我們的檢定統計量 答案是 答案不行 為什麼 這個東西要能夠當作檢定統計量 你必須要能夠把左邊這個東西算出來 我們就一個一個看我們算不算出來 你觀察到 xai 跟xbj 之後 xa bar你算得出來 你只是把 na xai xb xb 你算得出來 只是把 nb xbj 根號裡面的東西算得出來 你只是根號 1 and 不知道 Kennon 是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估計 我們的估計是講這個樣子 故據叫做 sp p 為了 混合在一起 我們 把這個叫sp SP 是 Na-1 乘上 sa² 加上 mb-1 乘上 sb² 除以 na 加 mb 减2 其中我们的 sa² 就是 我又要来擦黑板了 不然我东西完全写不下 我把右上角绿色的地方擦掉 我把这上面这个擦掉 我觉得这行看起来好像有点重要 我把它留着好了 把这行留着 然后把这个翻上去 这是我的 我用这个SP来估计我的 我用SP²来估计我的喜欢 non² 其中我的 sa² 是什么 是 summation i 从 1 到 na 的 x ai 减 x bar a 的平方除以 na 减 1 s b² 是 summation j 从 1 到 mb 的 x b j 减 x b bar 的平方除以 mb 减 1 好 所以同学 s a² 跟 s b² 是什么 就是我们平常用来估计 s ai 跟 x b j 的 variances 的估计式 然后我们现在要估计 s ai 跟 x b j 共同的 variances 我们就把这两个混合起来 前面就是我们把一开始先除以 na 减 1 了 我们把它 na 减 1 撑回去 我们前面就后面的东西除以 mb 减 1 把它除回去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sp² 其实只是 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绑下半一点点 我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 sp² 它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我们把 i 从 1 到 mb 的 x ai 减 x a bar 的平方 加上 sum insert j 从 1 到 mb 的 x b j 减 x b bar 平方 除以 na 加 mb 减 2 不是除以 na 加 mb 哦 我们要减 2 因为这里有一个 a intuition 是我们这里有一个 x a bar 有一个 x b bar 我们不是减掉真的 mu a 跟 mu b 我们就减掉我们的估计仪式 所以要多减两个 来消除它的 bias 好 我们用 sp² 来估计 c ma non square 我们把 sp 带进去 我们的估计是 是长这样子 x bar a 减掉 x bar b 除以 sp 根号 na 分之一 加上 mb 加上 mb 分之一 因为这里我们不是 我们不知道 c ma non 我们用 sp 来代替 c ma non 了 这个东西就不是 normal distribution 了 它变成了 t distribution 它的自由度是 na 加上 mb 减 2 这是我的减定统计量 我们把它叫做 two sample t test 两样本的 t test 也有人会在前面加上一个 classical 说这是古典的 two sample t test 好 大家再看一次这个算式 因为我们要到 r 操作给大家看 好 看够了吗 我们要过去了 好 接下来到我们的 r 然后 我们先把资料清干净 这是我要用的资料帐 这个样子 ok 它包含了 他是 1978 年的一篇文章里面用的资料 我可以给大家看 对 在这里 1978 年 Harrison 跟 Robinfield 这篇研究面 他收集了 Boston 近郊 506 个 neighborhoods 大概 506 个比较小的城市的 中位数房价 它的单位是千美元 这 1978 年 所以你会看到那时候的房子超级便宜 不过 就是一栋房子 你大概花个三万五万美元就买得起 你现在回头想起来都很羡慕 好 我们想要 我们知道每个城市的中位数房价 我们也知道那个城市的一些有的没的资料 比如说那个城市的犯罪率 我们用 CRIM 来表示 我们 我们想要知道那个城市有 有一个超级政治不正确的 term 叫做 Lower Statutes 就是那个城市有多少的低端人口 对 你在 1978 年做研究 可能可以这样讲 2020 年 你说别人是低端人口 你试试看 好 不过我们今天感兴趣的是 有一个变数叫做 Charles River Dummy River 这变数是 1 或者 0 是 1 的话就代表说 这个小城市在 Boston 风光明媚的 Charles River 旁边 所以 可能就有人想了 OK 如果这个城市在 Charles River 旁边的话 如果大家有去过 Boston 的话就知道 你在 Boston River 上 尤其你可以走过它的桥 然后你在那边看左右的树 那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这个城市在 Charles River 旁边的话 它的房价会不会比较高 我们今天就要用 To Sample T Test 来检定这件事情 好 回到我们的 R 好 在 Math 这个 Package 里面 有一个资料叫做 Boston 它收藏的是这 506 个 城市的中位数房价 我们可以用 Summary 这个指令来看 我先把 Boston 资料读进去 我把它叫做 DATA 然后我用 DATA $MEDV 就是 MEDV 就是 Median Value 就是中位数房价的缩写 我们可以用 Summary 看一下中位数房价在长什么样子 OK 所以 最便宜的 在 506 个层子里面 最便宜的一个地方 它的中位数房价只有 5000 美元 不可思议 便宜的不可思议 不要忘记 那是 1978 年的事情 然后 最贵的房价大概要 5 万美元 好 然后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 Charles 我们用 Table 这个指令来看一下 Charles 我们用 Table 不用 Summary 因为 Charles 这个 变 CAHS 这个变数是一个 Dummy Variable 给它只是 0 或者 1 506 个 城市中 有 471 个 不在 Charles River 旁边 有 35 5 个 在他旁边 OK 我们现在就把 C 0 把那 506 个房价中 没有在 Charles River 旁边 471 个叫出来 你可以看我的指令 22 行 对不起 我忘记了 我应该要把字放大 让大家看得清楚 对 好 非常非常抱歉 我现在把字 放大 好 然后我重新很快地说一次我刚刚干嘛了 我刚刚又从 Math 这个资料规定读出了 Boston 然后我用 Summary 跟 Table 分别列出了 这 506 个城市的中位数房价的一些资料 最小只是 5 最大只是 50 平均是 22 中位数是 21 然后第一个跟第三个四分位数分别是 17 跟 25 然后我也用 Table 这个指令把 Charles 这个 Dummy Variable 列出来 其中有 471 个城市不在 Charles River 旁边 35 个在旁边 然后我把这 506 个城市的中位数房价全部列出来 然后我把他其中不在 Charles River 的那些挑出来 命名为 C 0 大家可以看我指令的 22 行 是 前面这些是说这 506 个中位数房价 我用一个中夸号标出我要的 我要的是那些他的中位数 他不在 Charles River 旁边的 我把它叫做 C 0 然后那些在 Charles River 旁边我把它叫 C 1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C 0 跟 C 1 的 Summary 上面是那 471 个不在 Charles River 旁边 最小值还是 5 他的平均是 22.09 最大值是 50 然后那些 Charles River 旁边最小值是 13 平均 28.44 中位数是 50 我们要检定的是 如果这 471 个他们的真正的期望值是 μ a 这 35 个他真正的期望值是 μ b 我们要检定他们两个一不一样 好 然后我们用的指令是在这里 叫做 T dot test OK 我们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 你可以你也知道 我老师会跟你说 我们在这边打上问号 T dot test 这是 R 内建的一个指令 然后你看他旁边就写出了 students T test 然后底下要说明我们要怎么用它 我们要做一个 two sample T test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 sample 丢进去 分别是 C 0 跟 C 1 然后我在这边加一个参数 Var dot equal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说 我假设他们两组资料的 variances 是一样的 我们前面也说嘛 classical 的 two sample T test 我们假设两个样本的 variances 都是 C 1 non square 我就用这个指令来 test 它 好 Test 出来 但我很想把它拉大一点给大家看清楚 好 这是我执行 34 行的指令之后 跑出来的结果 它是一个 two sample T test 我知道是 C 0 跟 C 1 然后我的 test statistic 是 负的 3.9964 我的自由度是 na 加 nb 减2 471 加 35 减506 减2 是 504 OK 所以它是 T 504 它的 p value 是 7.39 乘以 10 的负五次方 所以我拒绝虚无假设 它底下也报告了一些东西 我的两组资料里面 前面那一组的平均是 22.09 后面那一组的平均是 28.44 之类之类 我的 T value 的 95% 的 content interval 它报告在这边 不过重点是我们拒绝了虚无假设 你看我们的 p value 远小于 5% 好 这是 T test 同学们可能觉得说我们这样做有点麻烦 我先把我的 C 0 跟 C 1 用手动把它挑出来 我有一个 data friend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答案是有的 我把上面卷一下哦 你也可以用我在 36 行的写法 说我的资料是从 data 等于 data 这个看起来像造口令 是因为前面这个 data 只是我用的资料 后面这个 data 是我刚刚把 Buster 那个资料库命名为 data 我应该取一个不同的名字 这样大家不要 这行看起来不会那么愚蠢 好 我要检定的是 2 sample 的 MEDV 一不一样 我有两个 sample 是用 CHAS 这两个变数来分 我 CHAS 等于 0 或者 1 嘛 所以它的意思是我根据 CHAS 把 NEDV 分成两群 然后我用 T dot test 的这个指令来检定这两群的 MEDV 一不一样 我执行第 36 行的话 大家会发现它跑出来的结果跟我刚跑出来的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不管你要用 34 行或 36 行的做法来做 2 sample T test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边是 2 sample T test